各位早晨 生日開了戲看 開了Cats 我想很多聽眾有聽過這齣戲 都是因為在網上有些人的評論 有些傳媒說 一片狂踩他、恥笑他 這齣戲也在去年那些RACES AWARD 我覺得是橫掃很多大獎 但我覺得這齣戲並不太難 我可以理解有些人覺得這齣戲某些部分 某些元素 他不喜歡或覺得很恐怖 但他亦有些好的地方 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混合 有些好有些不好的地方 甚至你可以說不好的那些更多 但我不會叫他爛戲 我看過有很多戲是爛很多的 你去我的Youtube的Playlist看 很多戲是爛過那些出100倍的 這齣戲的故事 是改編至一個音樂 你應該都知道 我自己沒有看過那個音樂 我老婆看過 我昨晚和她一起看 她的故事是說有一群貓 這些貓在電影中是用人去做 他們會唱歌、跳舞 這群貓說 每一年就會有一個特別的選舉 像中國好聲音 那類的表演 贏了的人可以上天堂 還是投胎 總之每一隻貓都想贏 而他們比賽的方式 就是透過跳舞、唱歌 然後最終有其中一隻比較連肢的貓 即是她選出一個優勝者 即是玩一個選獸遊戲 然後整齣戲差不多是沒有故事 她是一隻貓跟著一隻貓 然後在表演 裡面有一隻貓 類似主角 即是一隻女的貓仔 她有一點說她的身世 不過其實也是一個平均 即是一個平均給她唱歌 又給媽媽唱歌 即是你說故事是沒有 但在這場情況下 即是這張電影 她的性格 是一個音樂 再加上她的資料 我相信她也不是一個 著重故事的音樂 所以她這張電影 沒有故事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不可以批評這件事 所以故事方面 其實是沒有什麼好說 所以我想這類電影 最重要是看她的音樂 和她的畫面上的呈現 即是音樂和表演 即是她是不是配合得好 我想整齣戲的價值 就從那裡來 我相信 首先說她的音樂 我不熟悉這些音樂 我對音樂 其實是沒有什麼興趣 但我相信她裡面 應該有很多歌 都是來自她的資料 所以這張電影 當初很多人踩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點疑惑 即是你抄一個音樂 你可以怎樣出事 因為你都是音樂 除非你唱得很噁心 唱到走音 但是這些這麼大的製作 沒有可能會搞到這樣 所以 而事實上 我覺得這齣戲 在音樂上 其實我覺得也是沒有問題 只是在說聽角方面的音樂 尤其是她裡面 有些參差 有些歌是比較好聽 有些比較弱 我覺得她尤其是 在故事裡面 她最終被選中 是贏了比賽那首歌 我覺得是很好聽 尤其是唱那首歌 那一個演員 她唱得很好 是非常之好聽 我覺得是安排得很好 夾得很好 因為她那首歌 她在故事裡面 她要贏 所以你作為觀眾 你也要同意那個決定 才可以 如果是普普通通 那有什麼意義 但是就是在那個位置 那一個角色 那個演員 她唱得很好 我覺得 所以到最後 選擇那首歌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同意 不是其他演繹太難 所以她是最好 而是她真的好聽 我覺得 但是不是每個演員 都唱得好 尤其是那個 就是做老貓的Judy Dench 她裡面也有很多位 她要唱幾句 她印象中好像沒有唱完整首 但是有很多歌 她都有參與唱幾句 我覺得她的聲音怪怪的 而且我覺得她送得不好 所以我覺得 除了她之外 不是每個唱歌 但是特別是她 我是很留意 因為有很多歌 她都有份唱 我覺得 在音樂這方面 她 好聽 那兩三首 我覺得真的挺好聽 但是也不是每一首都好聽 所以就是混合 一半一半 我覺得是大概 至於那些畫面 其實這方面 就是這齣電影最多被人抨擊的方面 特別是那些貓的設計 因為她這個設計 不是說那些人 穿貓衣服上身 或者穿其妝衣服 不是這樣 而是她用CGI特技 令她們的身體好像貓 但是你又看到少許 她的樣子 有些人說 這種混合 令人有種很噁心 很奇特 很詭異的感覺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又覺得 不是所有貓 都是同樣那麼恐怖 因為她的貓 設計 有很多種不同的款式 有肥貓 有瘦貓 有些貓有衣服 有些貓沒有衣服 那些貓很多隻是不同的 所以我就不會一概而論 說 那些貓全部都很噁心 有些貓其實我覺得很漂亮 例如那個女主角的貓 那個Victoria 我覺得她的樣子很漂亮 我覺得她選擇的演員 是一個完美的 casting 她的樣子擺在那隻貓那裡 她的眼睛很大 如果她的樣子很笨 我覺得她的樣子很笨 我覺得很適合她演 就是找對一個演員來演 我覺得 那個人又有跳舞底 所以她的形態 行路 我覺得她做得很好 甚至乎是覺得 我看過那個演員 真實的樣子 我覺得她的貓的樣子更漂亮 我不是說她的真人樣子 而我是說 她在這張戲裏面 把她的樣子擺在那隻貓那裡 我覺得挺漂亮 挺好看的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有些人說得對 她裏面有些貓的確是很噁心的 Judy Dench 特別Judy Dench 和Idriss Alba 我覺得他們很恐怖 Judy Dench就是她化妝的問題 她一半面白一點 整件事是很恐怖 她像獅子一樣 但不是像什麼動物的問題 而是不配合 她的妝是出了問題 至於Idriss Alba 我覺得她的樣子沒有問題 但是她的身體就出了很大問題 因為她是最後要跳舞的時候 其實她的供應都好 她跳舞OK 她唱歌都OK 但是她的身體的設計就有問題 她是一隻黑貓 總之她很奇怪 跟她的樣子完全不配合 可能她的樣子是很man 然後 你只是看她的樣子 因為她之前沒有脫衣服 你只是看她的樣子 很有殺氣 最後她脫了衣服 是一個貓身 但是她的貓身 因為她不會有肌肉 就很不配合 很奇怪 很噁心 所以在呈現那些貓那方面 她有些位置是出事的 我覺得 但是 不是所有都出事 我覺得 她奇怪的位置 就是特別是出名的演員 演貓 那些貓就是會設計得不好 反而很多配角出有兩個鏡的貓 那些是OK的 那些我覺得 其實大部分貓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特別是Judy Dench Idris Elba 那些 就出了很大的問題 但是都是同樣 我覺得是有work有不work的地方 不是一致 就是 看到那些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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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貓 真的覺得很噁心 我沒有那種感覺 就是你只要捱得過Judy Dench 和Idris Elba 那我覺得 出氣其實你是噎得下的 哈哈哈哈 有些位置 她比較開頭的時候 有Rabel Wilson 那個肥妹她唱歌 有些位置是奇怪的 她拍一些有人養的老鼠 然後她吃一些有人養的蟑螂 那些 我想那個位置 她想胡鬧一下 或者搞笑一下 所以在畫面上這樣呈現 那些是弄得不好的 我也覺得有些噁心 和不夾 但是 我也理解 那一段她是故意胡鬧的 她拿捏那個位置拿捏得不好 而且只不過是一小段 我覺得 整體來說 不是 令到我覺得 嘩 出氣很噁心 未去到那個 這樣的地步 我留意到 網上有其他意見 在畫面上 例如 那些貓的大小 那些比例 不適合 和那些現實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那些 在看音樂園 那些貓在那裡唱歌 我覺得 那些比例 沒有意思 我覺得 那些已經是找事情來講 你不批評她 那些貓搞錯 哪有唱歌 我家裡那麼多貓 我都不見過 你一起唱歌 還有你有什麼理由 那隻貓 搭血球員之後 會去了天堂 在天上消失了 也不可能 這部電影 我覺得 有好的地方 有不好的地方 如果是音樂 其實最重要就是音樂 我覺得音樂是不錯的 而那些演員 其實他 有練 盡力的演出 我覺得 不是這樣 不可以接受 但我當然也不太喜歡 我只不過是說 他不是一齣難片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是C 其實出於奧奇 你絕對可以找來看 我覺得 你放下很多東西去看 這齣戲的話 其實是OK的 我太太 夫人 她有看過 真人的音樂 她看這齣戲 她說挺好看 她都不覺得有問題 所以我們兩個都覺得 這齣戲是OK的